MAMAMOO MAMOO在去年迎來了7年的合約年 雙人最終錦盛樂文心荷華沙三人續約 但奎人熱男與阿比達貝爾成員的延期合約 將會參與MAMOO的播放活動直到2023年 但在驚人MAMAMOO再次以完整體登台 奎人卻發生了意外導致眼睛受傷 才讓木木滿的心都碎了一地 但沒想到的事馬上就傳出了好消息 MAMAMOO宣布將在10月11日帶著新歌回歸 適合一年的新歌 真能讓木木滿都期待到爆啦 公司能夠這麼快就發出回歸的消息 小姐會人的康復狀況一定非常的理想 真的誇得不及看到MAMAMOO再次回到舞台上啦 MAMOO